咳咳 對這個是那個 Harticle要去做另外 Label 的 對就是有先做 要先做 Minimize 但是 它在 Minimize 的結果就 它最後 Minimize 完的結果 它感覺變動 這個是因為 你做動畫才會變是不是 欸 Box 不用變欸 對可是 我的Box 已經有 設定 是這個就不要不要加了嗎 因為我在想 這行就不要加了 因為我那時候我在想 這個分子模擬齁 你要看是部體還是流體 還是氣體 如果是流體的話 這邊就變成在 放鬆 真正的壓力 如果是固體的話 這邊叫做 Stress 那所謂的 Stress 跟 跟這個 Pressure 必須要系統裡面的那個維度 要充滿整個空間 如果有真空了 真空就不行 這個真空就沒有所謂的 Stress 跟 Pressure 對 所以Box 不能變欸 對 因為一開始 因為那時候原本是說 做 Minimize 的時候要加一個 這個 就是 Minimize 才會那個 才會變 才會變 對 PP 的 NRT 這公司為什麼成立 因為你這個 Molecule 要充滿整個空間 如果你這個空間 有一部分 幾乎 根本就是真空的 你幾乎 修正壓力沒有用啊 嗯 因為這個數值計算 那個維度 會算出數值 沒有錯 它就按照你算出的數值 去幫你 去調整你系統 Box 的大型 但是是沒有意義的 你知道嗎 對 對 所以 有 我有跑一個是把它關掉的 它的變動也是很大 大家到後面就不動了 但是 這邊就不動了 對 沒辦法 那就要拿進去 Label 啦 就 這樣 對 因為這些奈米材料 它跟聚關的材料 不太一樣 它表面 會 Reconstruction 會重複 嗯 騙子沒有錯 哦 好 所以就是 這個 然後後面的 這個應該是 300 300K 應該是 我看到 哦 這個是 10K 就基本上 有在動嗎 有 很 很小 有 放大一點是有 只是 動的很小 對 所以它表面重構 它長這個樣子 可以啊 好 所以這樣子 就是它只要不是 整個結構 或是有 跑這樣 好 然後 因為這是 10K 它300K 好像就會比較不穩定 所以 先從地溫的Label 好 可以啊 然後還有 109 這個是比較 我的那個半徑切 比較大一點 嗯 對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 我看一下 應該也是可以 它有表面嗎 哦 表面的我還沒辦法 因為我一直在看這個 到底要怎麼讓它 可以 欸 因為Nano particle的表面 嗯 最大的極限 就是一個平面 嗯 沒有辦法做到這個Nano particle 從小做到非常大 對 所以以前有人的 做法就是Nano particle 做到可 可以 計算 接下來就是 表面啊 表面就是一個超級大 Nano particle 哦有 那個 表面的有 我有另外算 但是還沒有做那個 另外的Nable OK 這個 這個我把 整理完之後 再去把那個 表面的Nable出來 然後 然後 你剛剛看 你的 初步訓練的 應該 好像還可以吧 對不對 因為你的Nano particle 至少Mini particle 沒有融在一起 或是爆炸 哦 對 它只是 就是 欸它比較小顆的時候 感覺它的 整個形狀 變得會 變動比較大 像 沒錯啊 因為它表面佔的比例 非常高啊 像這個比較大顆一點 就 大致上看起來 是窮 就是 已經抓到DFT 大部分的 資訊 嗯 就是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 再把這整個 對 還有表面 有有 表面的我有 有算那個 MD 讓它去 確認 好 然後現在 目前就是差 第二次的DFT也算完了 就是現在在跑 最後一次的Nable 應該 應該 快點 喔對 那應該是剛跑 因為我早上看的時候 還有十幾個 那個 大家喜歡用SQE 呃 我會沒有 因為這個有點太多了 如果SQE的話 我要自己手拉 那你就負U拿你的UserName就好嗎 喔 有 負U就是你的User啊 有這個 這我知道 對 你的價格都沒啊 對 這應該是剛剛 剛剛跑的 因為我早上看的時候還有 然後等一下就是 最後 算 算最後一RUN的那個DFT 對 之後就 應該就三RUN就跑了 好 然後 Adjuven MenuScript 前沿有沒有 完成 老師說那個 Introduction 對 對 或是你 示範你要用Chall GPD 或是POWD 怎麼去下 指令 或是前沿 你可以用POWD 選五天嗎 對不對 他最多可以 Submit五天嗎 對 然後有一些 限制 阿座伊的同學 有沒有想怎麼利用AI把你們 主題 的前沿 弄出來 大家都知道 雖然材料 果然沒同學 好 禮拜一令 傳給各位 跟你們四位 都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部長 討論一下 前沿要怎麼下 這還沒有開始收費喔 嗯 還沒收費 就是在釣魚 你知道 對 對 給大家用 給大家用 用到爽 你不太差了 對 收費 對 這個嗎 一天多少 一天多少 對 他永遠三千塊 比如說小 好 好 好 我 確實GPD想要買收費版 嗯 因為 相規說我們可以報帳 對不對 所以我有開了一個 我們實驗室的AI 大家可以上去用 但是現在又牽涉到一個問題 真的有跟俊偉提了嗎 電話號碼 對電話號碼只能綁定兩個人 卻把GPD的帳號 我綁定了兩個 但是我沒有看規定 我以為說把另外一個三組 就可以綁定新的 我一刪除之後 新的也沒辦法綁定 我才去查 原本 原來他的使用辦法說 你綁定兩個帳號 就算你把帳號刪除 你不能投定 啊 誰知道有辦法 可以突破這個 早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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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但是你們畢業之後要怎麼辦 你畢業要怎麼辦 你要時不時幫學弟收驗證嗎 對啊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反正 我們就是實驗室的電腦 可以用 我們就是實驗室的電腦 上次上次也有問題過 但是他那個好像很沒問題 你還是要 你還是要 每幾個月要存錢進去 對啊 你要一直有存 你一直要有錢進去 他才會讓你變 而且他大概幾 應該幾個月 如果沒存錢 你就會被停掉 所以你有沒有同學媒體 我有一個問題 有信譽 OpenAI 這樣子 我就定月了 大家是可以用 我們直接是share 那個Google的帳戶 以後有AI的產品 不錯 我們就用那個來定 這樣 電話號碼把他都拿 不少 對 或沒辦法 他就綁持你 大家要去 叫我太太 在那邊幫大家按一下 最後沒辦法 就這樣 有沒有 那個 我要下什麼關鍵字 關鍵指令 請針對這指令幫我 寫一個 什麼 奈米利之餘 什麼材料的 庇土 製造 以及什麼 研究動機 好 最後他出來之後 你貼上去再把你香睡音的 citation 對 再 再上去 這在你的意思嗎 還是什麼意思 那免料 你先看 他應該 是 對 有 治療 谢谢观看 對呀 20塊那種 我剛試可以用的可以用 就是如果你用手機來可以用 的話可以直接用 就是手機的環境 比如說你用褲鉤的 褲鉤的褲鉤 而且褲鉤的手機 看能不能用這樣繞過 它那個電話 可以這樣子 對 這樣 我剛有試 他討論的事情 他剛剛的褲鉤可以可以收 他不是從去的 問題是你登錄驗證嗎 問題是你登錄驗證嗎 你的帳號 他應該是綁Google帳號嗎 對啊 我現在先開一個實驗室 Google的帳號 但因為我前面有兩個E-mail 綁定我的手機的帳號 我不想說如果這樣 那可以告訴我手機哪一關 哪有一個簡單 你Google帳號也要手機驗證啊 喔 懂嗎 對 不太平衡 對 不太平衡 對 可不可以也有 可以 可以 對 但應該放的還是蠻 還是要自己加一些那個 比較 廣泛的介紹 對 反正你們大家要自己去實驗一下 應該是可以啊 對啊 因為我們要介紹 要進入一個領域 總要先做一個背景的介紹 通常我們背景介紹的範圍都會稍微大一點 嗯 但是 對 你說電池 就是請檢介再生能源的背景 以及再生能源的儲存方法 動機介紹 這是不是就 拍太前沿 那個可能還用TradeGPT會好 比較好一點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會 它會局限在你給你的配備 喔 OK 所以導致說那個廣泛一點 應該要用TradeGPT 然後就不要給它配備 然後它從大方向寫 OK 然後這個就是寫 可能要寫第二段的時候 會比較好 嗯 應該會比較好 對 對 所以像中葉那也要下什麼 高商合金的 研究背景以及未來發展 對不對 然後 高商合金 再來就是高商合金 奈米粒直接用乳巴蛋 這禮拜配備 那這禮拜配備它是用 經典分子重力學 去研究 那個基質是水跟乳二醇 作為基質 然後它添加氧化石墨片 的一個混合物 對 然後去研究它的 動能跟 鏡像分布 然後它的強度圖 對 然後還有它的熱導率 它熱導率的部分 是用RNEMD 的方法去做 它的結構顯示 就是它的 甜料的濃度越高的話 它的熱導率也會越高 那這邊是在介紹就是 奈米流體的 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 在奈米流體裡面 添加了一些 奈米粒子 它們 就是如果是 那個奈米粒子的尺度 大概在 毫米或是微米的 這種 size 它會 就是它會 沉澱的速度會很快 會造成它的一個 壓降跟 堵塞的問題 那如果是用 這種小於100nm的 尺寸的 那個奈米粒子的話 它 可以很好的 懸浮在它的機子 總 因為它的那個 尺度 尺寸跟 它的機子 分子的尺寸 是差不多的 所以會比較好的 懸浮在那個 機子裡面 它就不會 很快的去沉澱 然後去 堵塞 那 會有的問題是 因為它這個 這個機子 它是 這個混合物它的應用是在 汽車的那個 散熱器 對 所以它這邊就是選擇用 氧化的 石墨烯片 的奈米片 去添加在這個 水跟野二醇的 混合物裡面 然後 這邊是在說 它的那個 因為 越小的尺寸 它的單位 的那個 表面積 它會增加單位的表面積 從而去提高它的 熱導率 對 它這邊會選擇 用這個 GO的 濃硬片有兩個 兩個因素 一個是它的 熱導率 就它雖然它的 它不是一個很高 熱導率的 的那個材料 但是它的熱導率 也是在一個可以接觸的範圍 那還有一個是它需要 一個 的良好的分散性 就它可以 不用做任何的表面活性處理 也可以跟它這個目標的基質 很好的融合 那這邊是在 它的 它用RNEMD的方法去做 去計算它的熱導率 那要考慮的是 在基質的比例 有考慮的這三種 然後還有填料的濃度 有345 那方法的介紹 這邊就是它剛剛的那個 它考慮的那個 比例 然後右邊是 它把 那個 我們之前 招全 不是用R REMD 用GreenCruber 那個 你會幫忙 因為在REMD很久 REMD 對 NoneequableNV 對 後來最後 最後它忙 最後它是用NEMD 對 NEMD 然後EMD 很久 有他跟我們講 GreenCruber 有沒有 試RUN它的腳本 招全的腳本 有 我那時候試 所以你可以RUN嗎對不對 可以可以RUN 可以 EMD可以RUN 只是那時候試的時候 結果不是很好 所以它跑出來好像 還蠻 就是那個素質很奇怪 對 OK 最後 看一下結論是什麼 結果 結果 這邊結果 它主要是在比較它的那個 Total Energy的部分 那它的結果就是 它的機質 以二存的比例 比較高的時候 它的那個 Total Energy是 會為正值 而且是最大值 那如果是水的比例比較高的話 它的 通常 應該不會化的 對 對 我會用一個Table來顯示 這是全部化橫件 因為它這個Table好像有點久 也就是之前老師 欸 有傳給我說 跟我要做的比較像 對 欸 它年份比較久 所以我看它 我也覺得有點緊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那它這個已經奔戰 對 當作填料 對 然後是要看它的穩定性 就是它這兩個曲線 如果是比較貼近的話 就代表它這個 比例下面 對 這個穩定物是比較穩定 對 然後這個就是它在 看它的鏡像分布 對 那鏡像分布就是要 欸 就是看它的這個Pick 如果 欸 因為它是流體 所以它是說 只能第一個Pick之後 會有有限數量的小Pick 然後之後就會跟著水平線 對 就跟固體的不一樣 對 所以 欸 像這個 它有很多Pick 就是它的穩定性 會比較長 所以它結論就是 機子 如果有含以二層的話 它的穩定性 會比較長 對 然後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要做那種 然後它的溫度提高 OK 那一個Pick要做很多 嗯 對 它看起來做很大的 然後 再來就是它是做 純水跟 純以二層的 那個 溫度 提高溫度 然後它的熱導力會變化 然後它 欸 就是純水的部分是 它大概 溫度提高10% 它的熱導力會提高2到3% 對 那下面這個是 三種不同的比例 然後 也是 熱導力會隨著溫度升高 而升高 對 那這邊結果就是 它的水 提升那個熱導力的速度 會比 以二層下降熱導力的速度來高 所以它最後總體的熱導力是會提升 好 對 那最後就是 這邊是 分別是3% 4% 5%的熱導力 就是它去做不同比例的實驗值跟 它模擬的值得比較 對 那結論就是 結論以二就是它的 濃度越高 它的 那個 熱導力也會越高 對 好 那結論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甜料越高 甜料濃度 會提升它的熱導力 對 然後就是它 最後釋出來的 一個 提高 最高 熱導力的一個 那個比例 好 結論是不是傳一篇給你 在跟我們有相關嗎 對 我有看 這邊都怕一種堆在一起 好 看它的 一些 機械性 嗯 那這個好像還沒看 對 它是排在一隻旋 欸 對 看起來是 這個S 對在一個空間 欸 我 要看一下 它看起來是 直條的 擺直的一串 嗯 這我 這兩天我再開招 OK 欸 我剛剛想到 那兩個交換 可以後續的 後來處理